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是由三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一起创办的 Wendy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 投资过近百家创业企业 同时也喜欢音乐 非常会唱歌 傅老师曾经任教育北京新东方学校 逃离满天下 教授过超过20万学生留学美国 深耕教育领域17年 她的学生遍布美国各大高校 同时从来没有遗忘过自己热爱的音乐 我是月光和 我也一直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 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 这几年我也致力于推广中华传统音乐 希望让更多海内外的朋友们听见传承千年的声音 我们三个人组成刺猬电台向经典致敬社团之后 都希望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声音 透过多元的节目内容 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让音乐真正无国界 让音乐连接你我他 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漫长的等待 我们节目已经快要拖了半个小时了 可是搞不好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意外 OK 好 那我等一下来一个我们节目的开场白之后呢 因为我在八点半有安排一件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先执行这个八点半 但从八点半这件事 但从这件事情开始做一个今天采访的开头也不错 好 我现在开始了 好 耶尔分享好玩耶尔在音乐的路上 有人十年磨成一剑 但也有人花了二十年三十年磨成一把又亮又立的剑 那么这一位是我非常敬佩的音乐人 他是舒儿真 他更是苏明渊 让我们来欢迎苏明渊老师 老师好 母亲好 奈希 你们好 是是 哇 很开心能够来上你们的节目 是是 发抗的哦 哎呀 新节目 没有没有 这是我们的荣幸能够邀请到歌王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对对 我跟苏老师其实有一些 有一点小渊渊源哦 那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这个渊源其实也可以去反映出苏老师他在这音乐的成长的路上面 很庆幸运的我曾经参与过他一点点的小这个历程 那么我们现在要参与过他人 那么我们现在要callout给一个在苏老师人生路上很重要的一位贵人 他是黄大军老师 哇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大军老师约好八点半要call他所以 所以就先call in了先call out出去了我不知道大军老师会不会去 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在clubhouse上面我们因为是live所以可以有这种很多很不能预期的事发生来老师您好 Hey 大军老师好 Hey 嗨 你好 嗨 你好 faktiskt是是都是 我们真的是 我们现在 勇气是吧 riby αι DIRE 对 Tools 老师你好 我们现在是在clubhouse上面的一个live的节目 那今天反问的是âr真 也是舒明淵 那么对 不然吟 是你讲儿真他比较认识 是是是他现在还没办法改口啊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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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都叫我儿真 是啊是啊是啊 counseloraveme 我说老师我回覆本名了嘛 没有啦你就是儿真啦 因為這個名字是華老師幫我取的啦 所以他就是叫這個名字他比較自在 也比較習慣 是老師是我想請教 老師我請教您是怎麼樣發覺他 然後又怎麼樣為他命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真的是很特別 當時是在一個北區舞大舞專 北區大學的那個歌唱比賽 我當評審是不是 北武台北北北區舞縣市的 名歌是不是 比賽在名傳對不對 在那個中山北路那間 對名傳嘛對不對 我忘了在哪裡 反正是北區蠻大的一個比賽 然後我是評審 然後那個明淵就是唱那個 當時的一首推薦的一首歌叫做 我就比完賽 我就找他聊啊 就找來試啊 這樣 對就覺得不錯 這樣子 哎 從此我就跟著老師開始一段很長的這個 沒名沒你的製作助理的歲月 哈哈哈 我好像很懷念耶 我記得 那個時候我記得 老師剛剛有提到嘛 他覺得我在比賽發覺我覺得不錯 但是還是要去錄音室試唱啊 然後幫我約到一個地方叫三重白金 哦對 以前以前以前 然後幫我錄的那個人現在很有名哦 很厲害哦 是 那個叫小K老師 啊是哦 那個他好像去年又拿獎啦 去年還去年 對他現在很資深 然後在圈內也很多人認識 但是他他也算是 黃大軍老師那時候的固定的 合作的班底啦 嗯 然後我記得我開口一唱 就怎麼發現好像 這個 Console前面那個錄音室好像翻了過去 然後被我的聲音嚇到 哈哈哈哈 怎麼說怎麼說 哈哈哈哈 因為我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的聲音就是很 嗯 不那一樣啦 比較有特色 然後就是 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是大槓那種 沒什麼修飾 嗯 然後然後那個那個 每一個幫他第一次錄音 錄音的錄音師都是 直接下 直接就是往後翻一下 因為 因為 音浪太強 保證麥克風一定破 哈哈哈哈 對 怎麼會有人 哈哈 這麼大聲 就那個 compressor就趕快壓一下 哈哈哈哈 不然那聲音都破掉 對 呃 然後 呃 換了幾家都一樣嘛 都一樣 反正錄音師都嚇一跳 哈哈哈哈 對 後來我就 辦 辦公辦讀啦 就一方面 一面跟老師 跟黃大軍老師學製作 另外一方面 我就是在學校 上課 然後完成學業 嗯 那一直到 快畢業那一年 那老師才說 欸 可以了 你可以做自己的唱片了 哈哈哈哈 老師為什麼叫他蘇兒真 你覺得他唱歌最大的特色在內 除了大槓以外 哦 因為我 我是覺得他 當時呢 我 就是對他的人 跟他的聲音都很有興趣 就是覺得 整個結合起來那個形象很鮮明 雖然是屬於長得不夠帥的那一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很有特色 嗯 啊 對 那我希望的他 希望他就 就在走在這條路上 一路都保持很 真 因為他的創作品都很真 對對對 嗯 所以有那個 耳也是有赤子之心哦 是這個意思嗎 欸 那個耳是 我之所以有耳是因為那個 那個那個時候有 有一部電影叫 呃 蘇啟兒是不是 哦 蘇啟兒 周星馳 周星馳那個嗎 功夫皇帝蘇啟兒那個嗎 哈哈哈 對對對 哦 是這樣子哦 我就用那個耳 哈哈哈 把它偷過來 哦 原來如此 破案破案 哈哈哈 對 因為 因為我 我 雖然音樂做了那麼多年哦 也 也 一直都 都靠音樂 然後我覺得 音樂也有黃金時代 那可是我始終覺得 音樂人真的很可憐 每天 每天都 都在燃燒生命 然後有時候有些還沒混出頭的就跟個乞丐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 我覺得那個耳很有意思 是 對 嗯 那 放眼到現在 這個時代 這個時候 音樂人更 比乞丐還可憐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名字真的很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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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師一語道破音樂人的辛苦啊 對啊 甘苦談 老師我們 最後我想請教一個老師一個問 就是老師您看他一路這樣 30年了 超過30年了 他就像是你的徒弟也像是你的孩子了吧 在音樂圈裡面的孩子了吧 你自己有一些什麼樣的感觸對於他 感觸啊 嗯 沒有啊 這傢伙現在就很好啊 哈哈哈 大律師了呢 還能講什麼 哈哈哈 講錯他告你哦 哈哈哈 他寄存在信航給你哦 哈哈哈 可是老師他還要問你不是這塊的哦 他在問你說啊 音樂方面吧 我想啊 對啊 就是你自己心裡心情上 就是他畢竟也是從你這個 從你身邊走出來的一個人嘛 那你看著他這一路成長 其實他中間也是有很很辛苦的一面 雖然是個大律師哦 但是其實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 是不為人道的 老師你應該有多少看到 然後他在音樂的路上堅持 這一這一塊 啊 我我不用 雖然他住在陽梅哦 我住在台北哦 都沒沒什麼很很經常的接觸哦 可是我都可以理解得到 就是說 呃一個 一個律師哦 整天處理的事情都是很硬的 嗯 啊 啊 那 回到家裡一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衝突 衝撞 負面 負面 對 對 然後 還竟然寫的下歌 而且寫的這麼柔軟 這個我就覺得很佩服 這是我做不來的 其實老師謙虛了啦 你知道他教過多少學生嗎 從最早期的琦琴伍斯凱 到後來呢 你看 謝明佑 嗯 王中平 還有 一個也是德國 那個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的陳建偉 哦是 那個都是老師的徒弟 都是歌王 都是敵傳哦 都是歌王 都是直接跟老師學音樂的哦 那 其實我算蠻前面的 嗯 只是我算是 大隻雞萬題啦 哈哈哈哈 我是算 他們都比較 他們都比我 比我有成就啦 所以我是比較後來 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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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兒真是 最最最聰明的一個 他早就知道 音樂不是不能幹的 所以先 先去 買一個保險 先去幹律師 撈錢來養音樂 哈哈哈哈 老師這樣形容好像 好像有幾分真實啦 就是說 這個 這個行業那麼辛苦 我先去做別的事 等到我賺過了錢以後 我再一次把它花光 然後來做音樂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的 那我們非常謝謝老師哦 因為其實是 真的是非常臨時 因為我下午 我嚇一跳 你都沒有跟我講啊 我一定不會跟你講啊 就像surprise 我下午三點的時候 才聯合 才跟老師聯合 像黃老師一樣啦 他一樣是我的老師 然後 就是我 前一張專輯 跟這張專輯 他都 全程參與 包括 來幫我配唱 包括我一些後製 有時候我已經開始要混音了哦 然後 我混完音 人家就會把 混完的 這個檔案丟給我嘛 我第一件事 要傳給老師 哈哈哈 老師幫我聽看看 然後每次我都得到很棒的回饋啦 因為 黃老師他有他的經驗 以及我們學不到的那種對音樂的敏感 是 往往他有些東西 我 哎 對哦 怎麼我沒想到 這其實給我蠻大的幫助 對啊 沒有啦 實在是因為最近實在太閒了 不然的話 我最近 不然難得理你 老師很幽默哦 風趣 對啊 我也有邀老師 下一次我們節目如果可以的話 請老師來上節目 那麼就是希望就是老師您有空的時間 我再跟您這邊再來 好好的來洽談 很希望您能夠上我們節目 一起跟大家分享華語音樂 在您手上有一片江山哦 這需要您來好好的跟我們來 這個 這個 分享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哦 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只要 只要 我 我想要動 哈哈哈哈 好 好 我們想辦法讓你動 好 謝謝老師 我們謝謝黃大軍老師 再見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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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黃大軍老師的分享哦 因為大軍老師其實在我們音樂圈是 非常這個地位非常崇高的老師 就像剛才這個明媛老師講的 多少歌手在他手上 對 栽培出來哦 對啊 那我剛才講說我們之間也有一點點小小的淵源 是因為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在高三那一年啊 我就覺得自己吉他技術不好 不夠了 想要去樂器行去學吉他 那我就一去那邊的第一堂課 就是蘇明淵老師上課 那麼我非常榮幸的 他也只上我一堂課 然後就去發片 就被黃大軍老師抓去 抓去發片了 過了好多年哦 你給我提起這件事 我還真的想不起了 對 學生太多了 狗帶你只有一堂課 只有一堂課 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大學生都會打工嘛 嗯 那我 上過幾堂那個家教 我就覺得很無趣哦 因為很多孩子 根本對學習 好像爸爸媽媽幫他請 那也不是很認真的上課 後來我就 就覺得不好玩 我就想說 那我可以唱歌 我可以彈吉他 我可以去外面 民歌餐廳駐唱 嗯 然後我也可以去教吉他 然後詠卿跟我提這個事 我在想起來 啊 對 好像我那時候有 有交過一陣子 不過時間很短 你知道是幾年之後 我跟你提的嗎 實在太有緣了 是20年之後 哈哈 20年之後 我們在電視台見面 對 你來採訪我嗎 對 我半路去認老師 是樂士美聲錄嗎 不是 那之前 有一次就是你來台內 然後跟俊傅嘛 就跟人家說 對對 然後就在台內 然後我就半路來認 然後他就 然後明遠老師就莫名其妙 哪來的學生 對 我提到這一段是想要講說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民歌餐廳的民歌手 那時候還是很 很風行的 那能夠在民歌餐廳裡面唱歌 真的就是 其實 像我那時候為什麼會去上課 而且為什麼會一直追著老師跑 是因為 我知道他是個民歌手 我還偷偷的 追著你跑 因為我駐唱 皮皮亞 新裝皮皮亞 對不對 你讓我一講你就知道 我真的是去國 好可怕 你尾隨老師 然後還去哪裡 西門兵比較多啦 吉普塞 木吉他 那時候餐廳公司找歌手 都是從 那個駐唱的餐廳裡面去找 對 他們每個月就會去問一下店長 哎呀有沒有新的人 唱得不錯的 可以引劍給我們 對 所以 哎呀 這個實在是好久以前的事 不過 現在餐廳都沒落了 對 哎 我們搬上了網路 直接搬上這個網路來 哈哈哈 不過這就是那個時候 老師那個時候 唱民歌餐廳 給你的這個 歷練 哦 對於你的音樂上面 有什麼 我覺得蠻有幫助的 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讓我練 練上台的 的那種 台風 嗯 第二個就是訓練講話 訓練自己的口條 是 你上去你總要講講話 吧 哈哈哈 要跟 今天聽歌的人講講話 然後 然後 主要是 練唱 我覺得 很很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有一些紅的歌 嗯 你就是 幾乎你每 每一個班 我有時候 禮拜六 我要上八個班 然後那八個班 都會被點到那首歌 所以那首歌一直唱 一直唱 唱到後來你就會 覺得 一首歌你不斷唱 就是有點像在錄音室配唱一樣 嗯 因為你在錄音室配唱也是同一首歌 然後一句你也是不斷的唱 唱到製作人說 哦 這樣好了 嗯 這句OK 情感有到 音準也到 然後表情也到 共平位置的轉換也都有 所以他就讓你過關了 但是你 但是老早的這樣的一個訓練 其實是在民歌餐廳 因為同一首歌不斷的唱 你 你會去找出 這樣子的一句 有很多次的這個經驗 可以告訴你說 啊原來 他應該是什麼樣的樣子 因為你可以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更改 不斷的嘗試 實驗 嗯 我覺得更棒的是 因為現場有觀眾 你可以直接感受到 如果聽著他們的回饋 哦對的回饋 對 沒錯 嗯 沒錯 對啊 我現在 哈哈 好想聽 哦好想聽哦 對 來我們就是今天就是來 我跟你講今天有兩大目的 第一個就是想辦法 凹老師唱歌 第二個是老師後面 因為老師是個律師 我想辦法凹他的法律顧問 啊不是 好啊 等一下 老師你身部都太窄 要不要往這邊一點 沒問題 你們這樣可以 那老師要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歌 有版權的問題 我覺得還唱自己的歌好了 哦好啊 都可以啊 好啊 好 我想要唱一首 以前我的專輯裡面的國語歌 好 是那個嗎 不會是 天 是天嗎 對我想要唱天蘭過我的歌 哇 這是我最喜歡的歌 是大學的時候認識老師 對因為我那時候 唱國語歌並沒有 我覺得啦 並沒有 並沒有被做起來 但是我一直覺得 有些歌其實會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在不斷的回頭看的時候 你會去想說 其實這些歌為什麼沒有被 被流傳 甚至被喜歡 很可惜 奇怪我那時候就是很喜歡老師的歌啊 我也是就是很喜歡這個 天蘭過我的憂鬱 我到現在都還會唱耶 所以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我總會去把那以前的作品 再稍微的去 去把它複習一下 在翻頁的同時 我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當初這個 南希他那個時候在電台裡面 在中廣 在在中廣那個打工 大一的時候 對 然後就看到老師靜靜的坐在那個大廳 然後等待錄音 那就是老師剛出道的時候的樣子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老師這一首 我們都很喜歡的天蘭過我們的 我沒有翻到歌本 所以我就憑著印象 好 好 好 絕對的真愛 一生能有機會 當愛情被燃燒 用生命去等待 天空和大海 被一條線割開 但我心裡明白 除了你 除了你 我不愛 然而你已經離開 我還在這裡等待 我還在這裡等待 天爛過的憂鬱 還爛過我的回憶 還爛過我的回憶 生命中不快樂 如何收藏氣 天爛過我的憂鬱 還淹沒你的背影 我知道這愛情的道理 一個人 兩個人 每個人都 傷心 喔 還好我還記得 經典銅線 真的 哇 這首歌其實我真的覺得為什麼它 我不知道有時候一首歌它不是它好不好 有時候是一個時韻或者是我不曉得為什麼它 就寫歌的來講你不會認為它不好 那就是記錄你的過去 你那時候的生活 那可能是你真的人生的體驗 也有可能你是看到了一部電影 讀到一本書的一些感想 但是你創作不可能無中生有嘛 所以你在從歌裡面去找尋過去的影子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會寫歌的人 或者是說音樂創作者的一個幸福 因為藉由這些一個音一個字 這樣子的一個音樂去摸索 這個你曾經走過的路啊 嗯 這個歌曲等於就是說 您踏入這個唱片圈裡面在經典唱片這個時期 喔 我那時候還沒簽約喔 這個歌 我寫的時候 喔 是喔 對 我記得是一個要追一個女生 但是沒有追到了 啊哈哈哈哈 對 然後 這現在配作現在太欣賞了 對 然後我就突然我就 剛才有一個機會去澎湖玩 然後我們小飛機就從馬國機場降落下去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藍天跟大海一條線 完全分不出那個分際 後來我就想哇 好棒的景色喔 就是覺得天這麼藍 甚至比你的憂鬱還要藍 嗯 那種憂鬱是blue嘛 對 天藍 藍的比你憂鬱還要藍 那你還有什麼好難過的 所以這個歌是一個很釋懷的歌啦 所以後面講愛情的到底一個人兩個人 每個人都傷心嘛 嗯 所以既然每個人要談感情 都一定要走過這一段 這是成長的必要的過程 所以不要為他留戀太久 也不要為他傷心太久 嗯嗯 對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那個副歌 天藍國我的憂鬱 那個時候哇 那整個畫面感都出來了 嗯 然後就像你說的 我們可以其實很直覺的去感受到那個 那個氣氛跟那個情境 透過你的歌跟歌詞 我覺得意境是非常非常美的 對啊 但是我現在才知道這個背後的故事 哦對對對 聽起來feel更不一樣了 創作的謬思往往來自於要去追 哈哈哈哈 要去拔眉 不過你還是找到一個景 可以讓你釋懷的 所以這些歌是憧憬的 天藍國 由於你想的就是那個很棒的景色 嗯 是啊 帶出來是一段悲慘的故事 哈哈哈 不過我們就來談談就是從老師開始進入 真正進入唱片圈的這個階段 是 對 進入這個應該是第一個就是經典了吧 是那個時候 對 呃 剛剛大居老師他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叫Production House 就是製作公司 嗯 製作公司他通常他沒有太多的資源可以去發行一張唱片 所以那時候最最常見的模式就是Production House 會跟發行公司做合作 嗯 所以我就是黃老師的製作公司交給經典唱片發行 嗯 是 是 那那個時候其實經典其實是一個很 當時是一個很潮的唱片公司 嗯 裡面的藝人 很不得了 很厲害 第一個把那個ABC的歌手 嗯 引進到台灣來的就是經典唱片 嗯 就是LA Boy 哦 就是我們 哈哈 跳跳跳好一送 跳跳跳 跟別哭笑 對 對 對 除了LA Boy 那時候還有一個女團 叫什麼Babies 喔 Babies 對 然後最後我離開了以後 後來陶澤又進來了 哦 對 俠客唱片 對 後來他們就改成俠客唱片 嗯 但那時候其實不只這個LA Boy 他還有港星啊 比方說 哦對啊 第一張唱片就是 第一張那個 嗯 經典唱片的第一 第一個作品就是梁朝偉 哦 嗯 後來有孫耀威 哇哈哈哈哈 那時候都是最紅的 不過沒有 你這樣子透露你 透露我們的年紀 還好 而且我們的觀眾 不曉得有沒有經歷過這一段 或者是這些人 有有 好險 那個梁朝偉這些都還紅 像我們的孩子可能沒辦法 對 可能沒聽過 對對對 不過那時候就是因為整個唱片圈 就是經典唱片他整個發行 帶了這麼多的藝人哦 嗯 那你在這裡面 因為你本身其實你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你自己的定位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藝人 我自己的定位 就是愛唱歌的人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我感覺是比較文青一點 對 第一個我就是創作嘛 嗯 我一定是自己寫歌嘛 因為我 我也只會這樣子 然後 如果我唱別人的歌 我覺得 嗯 我幹嘛做這個事 因為我 我為什麼要出來 出來做音樂 我就是想要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 然後把自己寫的歌 唱給大家聽 那時候是一個 沒有辦法 絕對不會妥協的一個事情啦 所以黃老師當然他簽的就是一個創作歌手啊 那經典他們當然也知道這個事 所以就是把我定位成創作歌手 嗯 所以在那一個 那個浪潮 其實那時候華語 就台灣的流行音樂 其實那時候是非常熱的哦 唱片 對 非常的興盛 嗯 我的前面的前輩大概 找我個兩三年 就是張宇游鴻明啊 嗯 就是 還有誰啊 創作歌手就是他們兩個啦 嗯 嗯 對算是操作了很成功的兩位前輩 嗯 是 對啊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哇 那個其實蘇 蘇老師他 他那時候MV 你還跟孫耀威一起唱歌 有欸 哈哈 兩帥 對 就是MV 沒有他比較帥 一帥一籌 沒有那時候就是公司要夾帶嘛 一定的嘛 因為公司裡頭有一個老大哥已經很紅 希望能夠把這個新人一起帶出來 所以有安排我跟他合唱 但是我已經忘記怎麼唱了 哈哈哈哈 不是你寫的歌 不是那個歌不是我寫的 是少數幾首不是我自己寫的 嗯 所以回顧一下經典那一段時期 你現在回顧一下有什麼樣一些感想 我不知道欸 很多人問我說你的人生 當然有遭受過許多失敗 如果你現在要選擇那些失敗 你要不要跳過 我都會告訴你 我一點一滴 我想要保留 我都不想跳過欸 嗯 那時候是覺得 雖然沒有起來 但是我覺得 至少能夠 能夠讓我知道說 音樂產業是怎麼回事 那雖然我那時候是一個 是一個 可能 那因為產業鏈這麼的 龐大 我擔任的角色可能就是 呃 唱歌的歌手 但是你在在這個正式下去 參與的過程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啊 原來 原來一個歌手 後面的這些音樂的製作 以及這些歌是如何來的 成為歌手以後 你要如何去打歌 要去走去什麼地方 最後你要如何去看待自己 你的定位 所以我覺得 這都是個摸索的過程啦 一直到現在 我年紀慢慢的大了以後 我才覺得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 你要定位自己 再來你就要想辦法回歸社會嘛 嗯 那 定位自己並不容易哦 嗯 我我還 我還不敢說 我現在已經50歲了 我已經知道 我是 我要如何定位我自己 其實 或許已經找到一個雛形 但是這 探索的過程 都是 一點一點累積的 中間有一些辛酸 有一些失敗 那會讓你更看清楚 你自己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那些 那些過程我都 蠻珍惜的 嗯 蠻珍惜的 即便是有一些 不大愉快的 過去 但是我都覺得 我非常的珍惜 因為轉換到後來 就是 修改 然後 轉成 正向的力量 嗯 對 像 自己實踐來的 嗯 嗯 嗯 你在經典時期 除了天然過 天然過 由於你在經典時期 自己在唱片裡面創作的 你還有什麼樣的印象比較深 或者是 你覺得很代表你那個時候的心情 或者是伴隨你那個時候的一些不愉快 蠻多歌的欸 那時候 其實也有 那時候也幫人家寫啊 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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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誰 嗯 嗯 嗯 還有 幫公司的 孫耀威 嗯 我都有幫他們寫歌 但是那些歌 哇 現在要我 把它唱出來 我覺得有點難 沒有開歌詞 現在是因為有版權問題嗎 好想聽那個崔劍的一無所有 當初 黃大軍老師 呵呵呵 看中那個 就是 孫老師 現在我唱應該還好吧 其實我已經忘記怎麼唱了 對 現場唱好像 剛才 剛才是不是有一無所有 看老師 我曾經論歌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少我 一無所有 哦 你何時跟我 都沒有 我走 喔喔喔喔喔喔 你何時跟我走 大概是這樣 真的 你剛才一唱 我馬上就往後面翻倒了 那個聲音實在是太雄壯了 我沒有騙你吧 對,對,對,我麥克風剛才爆掉了 哈哈哈 哎呀,哎呀,真的是 不過那個是獨特的屬於蘇兒珍的韻味 就那個時期 哦,那 那個 有一種靈動的那一種感受 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撩人的 那時候就橫衝直撞了 因為我覺得唱歌就是 你有什麼修飾 就是你大膽的 大聲的放出聲音來嘛 然後你是什麼樣子呢? 你會很急著想要告訴人家 但是呢 經過這麼多年 我覺得已經修改了蠻多的 包括那些尾音 以前有一個震動得很快的那個尾音 現在也稍微少一點 然後 包括有一些 這個情緒 我也覺得並不是 要單純的用 要用那個音量來帶動 可能 可能是一個 一個共鳴位置的轉換 又或者是一個 比較把它轉換成一個 比較像是在 說的多一點 唱的少一點 都可以去詮釋你的情感 可是以前不會 可是我怎麼覺得那個抖音是老師的特色啊 就是那個後面拉的那個 很快的那個抖音 對 我覺得那是特色 現在少很多了喔 應該還是有 還是有 但是我覺得那就是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那個抖是更內斂 更內斂的東西 更圓潤的東西 早期那個抖的時候好厲害 對 所以聽以前的歌 有時候會覺得 啊很不好意思 聽不太下去 會覺得啊這是你嗎 不過那都是過程喔 你就是這樣來的 嗯 嗯 老師那個在 因為你那時候是為了要出唱片 所以你又去考了研究所嘛 我記得沒錯是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延長那個兵役當兵的事情 對對對 但是後來就唱片這條路 你確定你不走了 對 然後去當兵 去當律師 我覺得這中間應該有一些掙扎的部分 掙扎太大的掙扎 因為那個是你要追的夢嘛 而且你已經放了兩張唱片 你已經有建立一些基礎 即便你當歌手沒有紅 但是你在幕後的這些經驗 跟這個你所學到的這些技能 其實足以讓你在這個音樂界繼續生存下去 嗯 我覺得是可以 所以一下子放棄我也覺得 那個歌手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總是 像我那種個性是 不到最後是不放棄的 一定要撐的喔 但是到後來為什麼會想要這麼做 其實就是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怎麼講 就是遇到了一個關卡 就是我在等我的第三張唱片 但是因為已經成績不好了 所以我就一直等 然後公司這邊也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也不告訴我說 我們要開案了 或者要開始錄音了 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預期的計畫 後來我就等了 每天混混噩噩 在寫歌等待再繼續發行 最後我就認清了 我覺得其實他們也沒有錯啊 因為投資機上他們有很多的錢嘛 他已經給你兩次機會了 既然沒有做起來 那當然他們會有一些考量 那當然我也夠聰明嘛 因為他們可能 不好意思直接拒絕你說 阿兒真我們 我們不會再幫你做了 但是我已經 我已經嗅到那個感覺跟味道了 後來我就覺得 那我就離開吧 那離開要幹嘛呢 阿我大學念法律系喔 我那時候有個女朋友就告訴我說 阿你念法律你不就是去考律師 我聽到他的電影我還哈哈大笑啊 你不認識我嗎 你身邊的這個男朋友 從大一開始就開始在追音樂夢 書也沒好好念 那考律師那時候多麼的困難 那才百分之五不到的錄取率 我怎麼考得上呢 他說那你 他說這不是數學問題耶 他說這不是單純數學問題 他說這個就是 善跟不善的問題 而不是數學問題 你沒有事 你怎麼知道呢 而且我覺得他也理解我啦 因為他知道說 其實我對法律還是有一些 這個 興趣 每天跟我談的那些話題 就會繞著這些社會問題 繞著這些法律問題跟他聊阿 所以他大概也知道說 我對法律還是有一些 執著啦 他總覺得說 其實我是有天分的 要不然我怎麼 那時候會選讀法律系 後來我就說 真的嗎 他說 對啊 你就去考試 結果就把 那個時候我剩下的一筆板稅 然後我就拿去 補習 去那個 南洋街 我沒有去補習 我還沒有錢補習 還不夠交補習費 我去買了 歷史高考的所有的講義跟 跟教科書 自己讀 對然後就開始就K書 然後還差三萬塊 還差三萬塊 我就把我那時候一把很不錯的琴 我就拿去業機行寄賣 歷史 不是 不是 叫Larivi 那很棒的琴喔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要在錄音室 錄音嘛 黃老師就說 你應該投資一把好琴 我說好 我就分期買了一把很不錯的琴 那時候買了四五萬塊 那時候已經是很棒的琴 對那時候很貴的 後來我就是為了貼補這個不夠的錢 我就去寄賣 但是我第二天我就後悔了 我每天都去看他 被買走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說Ovation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在一月七 不知道哪裡 輾轉過來說 這個那個書名 我有一次Ovation 要賣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把 我不記得 所以我剛才就直接想到 就是聽 那時候印象中你也要賣琴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賣琴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Ovation 就是那一把Larivi 然後 然後後來 回到家 有一天回到家 我就發現那個琴在我家裡出現 因為我女朋友就把他輸回來 天啊 好棒的女朋友喔 他就把他輸回來 因為他覺得說 他知道你跟音樂有未解之緣 他覺得這把琴你這樣子牽掛 後來他把他輸回來 就一直陪著我到現在那把琴 天啊 這女朋友太棒了吧 他現在是我太太啦 難怪你這麼敢講 哎呀這個女朋友真好 真好 真的 我的天啊 我覺得他講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不是數學問題 他不是概率 他就是做跟不做 上跟不上 他其實機率就是有跟沒有 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運氣還蠻好的啦 就是第二年就考上了 嗯 就開始去做別的事情了 嗯 因為我為什麼會講到他剛才講這個東西很有道 因為就像你做音樂 你後來你做音樂你就是做嘛 嗯 就做了之後就才會有這個成果 是啊 對啊 如果想太多的話也是 是是是 對啊 那你在律師職業的這一段期間 其實你也看見了很多的人事滄桑 很多的事 哇太多了 太多 像那天跟你聊的說 你說你也是第一代網紅喔 那時候經常在 無名小站上面喔 對 發表一些我的訴訟故事 嗯 還有一些我的寫作 嗯 文章還有這些文章創作的歌曲 嗯 對那時候是在無名小站 嗯 但是那時候沒有沒有想說哪一天他會 變成一首一首的歌啦 只是單純的就是 那時候流行部落格嘛 我們就是在部落格分享自己的創作 嗯哼 那 過了又過了好久 一直到前年我才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作品 但是我換了一個語言啦 我後來唱台語歌 嗯哼 是 是 不過 那我記得那時候 嗯 在這個 歌之前 那時候好像還有什麼TMO 或者是 對 07年有在做一張 嗯 也是國語 嗯 TMO也是訴訟事件嘛 對對對 沒錯 好像也是跟婚姻有關的一個 沒錯 對 沒錯 因為我印象中那個MV拍得非常非常好 是啊 你同學 導演是你同學 我同學拍的啊 對 哎呀我 金蕾啊 是金蕾嗎 對是金蕾拍的 是喔 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拍的 你現在跟我講我才想到 哦 是啊 我不是要捧他 我們兩個還真的蠻有緣 對對對對對 我們兩個遊戲是很奇怪的 就那麼一堂課 不過在那個時期 你印象最真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案例 讓你覺得 唉 因為 坦白說 訴訟案例有很多 其實都很類似 都寫在我的歌裡面啊 嗯 但是有沒有哪一個是你覺得 嗯 這個東西是在帶你莫大的遺憾 就這個事件讓你覺得好遺憾 哇太多了 我這樣三天三夜講不完 是喔 因為我受任的訴訟案件 少說一兩千件 這裡頭其實你想想看喔 一般的人會走到法院去 都是非常非常不得已的事情啊 對 有什麼事情一定要上法院 因為上法院太大的壓力啊 對 來自於自己的壓力 來自於對方給你的壓力 來自於法官夾官給你的壓力 嗯 其實你要告一個人 又或許你做件犯科 其實到後來 大家人生父母一樣 你真的是生來就是要做壞事的嘛 嗯 其實很多人是為了 一時衝動 或者是想要賺一個塊錢 嗯 甚至是笨傻 嗯 不得不走到訴訟去 嗯 那我們 律師這個工作就是有這個 這個 應該是說 有這個特 特點 就是 我們會比較容易去知道一些 在社會 上喔 比較不為人知的一些事情 嗯 你不見得可以 從你周遭的朋友裡面去知道 但是 但是你接案子的時候 你就不得不知道 因為那個就是你要處理的事情 嗯 甚至你還要跟他感同身受 要把他當作自己的案子來處理 嗯 所以當律師就是這樣 我到現在還是不太開心啦 因為 實在是太容易入戲 嗯 然後也把成敗看得太重 哈哈哈哈 所以音樂就變成你一個抒發 對 這個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改過來 因為成敗真的是看得太重 得失心太重 是 成敗案子輸贏 是 然後有時候會 很痛苦 就是說 那這不是你的事情啊 關起來也不是關你啊 賠錢也不是你賠 為什麼你要這麼 這麼投入 那沒辦法 就是第一個是個性 第二個是 這也是 這個工作的一個盡責任的態度吧 是 所以我裡頭 新專輯一首歌就叫 LIVE HE SHOO CHIN 哦 講的就是 我對我自己這個角色的一個 詮釋啦 新專輯 最新的 還沒有發行的 還沒有 是什麼時候要發行的 年底 年底要發行 年底會有一個 全新的台語創作專輯會發行 哦 對 所以我們是要先賣個關子 哈哈 對 現在還不能聽 哦好啦 等你發片的時候我們再來 再來 好 好 那過去那些無名小戰的歌 你有沒有想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中哪一首曲 你覺得 可以啊 有一首歌齁 是那時候 就是對於自己 音樂的夢想的質疑 跟不肯定 嗯 然後 的一個自我 自我檢查 自我成長以後的一個體認 這首歌叫做反念齁 你看 我在講 就是 這人生的過去 有很多的懷疑 對 有很多的不確定 然後 有很多眼淚 有很多恨 有很多悲傷 嗯 但是這些過程呢 你如何要把它轉化成 你必須要繼續把這條人生走完的一個力量 嗯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叫 叫反面齁 我可以分享一下這歌詞 懷疑的反面是信念齁 痛苦的反面是力量 意思就是說 你不斷的不相信自己 但是 如果你把它轉換成 一個 持續前進的力量 變成一個你心目中想要執行的那個理想 它可能會變成信念齁 那痛苦的反面是力量 我就一個人 極端的痛苦 到後來你痛定是痛 你 你會 你會反彈 你會有足夠的 勇氣跟力量 來面對這件事情 嗯 然後生命的旅途 常讓人感到挫折 傷悲的反面是快樂 嗯 難過的是你 其實有的時候 你要讓自己走出來 嗯 然後 害怕的反面是勇氣 仇恨的反面是愛 嗯 用這個歌來鼓勵我自己 好的 老師到唱之前我再廣播一下齁 您如果上FB打書名冤三個字 就可以看到老師現在在現場演唱的音姿 那我們也同時做直播 雖然有點變扭 但是 這也是我們的誠意了 臨時起義的啦 臨時起義要做一個直播 您也可以透過FB看到 就老師在彈唱這樣的一個畫面喔 好那我們就請老師來演唱這首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聽的反面 時間滴滴答答的流 快淹沒我的夢想 留在原地就是冒險 卻又懷疑 卻又懷疑自己能不能勇往直前 聽見 懷疑的反面是信念 痛苦的反面是力量 生命 生命的旅途 常讓人感到挫折 傷悲的反面是快樂 害怕的反面是勇氣 你仇恨的反面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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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面 對阿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如果這首歌在國外 比如說像在英國 或者是美國 我覺得這首歌一定是非常非常 它有點像福音對不對 對 就有點宗教的那種感覺 我留在原地就是冒險 對 卻又懷疑自己能不能勇往直前 這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在舒適圈裡面不想離開嘛 嗯 那那個舒適圈是你自己理解的 因為搞不好別人看起來 蛤 你怎麼會在哪裡 你不過如此 那你有沒有勇氣從這個舒適圈 或者是你那時候所處的環境裡面 去奮力的 這個往前 跳 或者是 找到更好的路 其實我覺得 留在原地就是冒險 就是這個意思 即便你很好 你還是可以更好 嗯 留在原地就是一種 一種對自己的生命的浪費 也說不定 嗯 有沒有這個 這個勇氣要讓自己更好 嗯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告訴自己說 其實我還是想要做音樂 嗯 能慢慢的發芽 在你的心中慢慢的發芽 又過了好久好久 從頭有坑反面斜了 到後來選人龍拍廊發行 嗯 也十幾年了 對 這個時間就不斷的累積了 累積這些創作的能量 我記得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摔車 嗯 騎腳踏車摔車 那件事情 嗯 你知道老師直覺的反應是什麼 嗯 老師直覺的反應是手摔斷了 對不對 對啊這還在 對 對 我那時候就騎單車嘛 然後我就 就 遇到一個窟窿 結果就摔下去 失去中心倒下來 對 然後手就這樣 就斷了 好痛喔 然後就昏倒 昏倒以後就 我記得是聽到那個救護車的聲音 我才醒過來 嗯 醒過來發現好痛 又昏過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結果反正就 結果那時候很不好的感覺 嗯 我覺得說糟糕 我都變形了 從這邊差的出來嘛 我就想說我以後怎麼彈吉他 其實第一個念頭是這樣 第一個念頭是怎麼又怎麼彈吉他 哇 你真的很愛音樂 是啊 我沒有想到說我要怎麼打樹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你知道這個反應 我那時候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哇這真的是舒明樂 沒錯 就是因為那一次 我就 我要手術了嘛 那時候他們診斷這個東西叫 恐怖三連症 就是在一個軸關節裡頭的一個多重的一個粉碎骨折 所以他就開了兩刀 從這邊修補韌帶 這邊去打乾釘 去接那個 那個斷掉的部分 嗯 後來他推進去手術師的時候 我跟我 我跟他我太太說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卡一個電話 哈哈哈哈 我就打電話給錄音室 哈哈哈哈 我就說趕快幫我booking時間 我要去錄音 蛤 對 我就做這件事 呃 那你在手術 你要做手術 然後跟你 做手術前 不是要推到那個手術室嗎 從病房嗎 結果他們要 把我台上單槍推到手術室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我要先打個電話 因為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我要錄音 我要把這段時間的那些作品 嗯 我要把它留存下來 嗯 因為我覺得經過這種事情 人的無常 對 人生這麼的無常 哪一天你搞不好就拜拜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跟這些作品 呃 做一些保留 或者是 讓他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給大家聽聽到的機會嘛 對 所以一次的車禍讓我有體認就是說 啊你現在還不追夢 難道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對 人生就是這樣嘛 太太多的無常 嗯 太多的這個感傷 以及太多的意外 啊 所以我覺得 就那次給我的體驗是 好吧 我要做一件我老早就想要做的事 但是我可能還沒有儲存夠 足夠的勇氣 嗯 所以那次就給我當頭棒喝 我就覺得要做啦 不然呢 這種事情如果再發生一次呢 我還有能力嗎 嗯 搞不好我的手就真的沒辦法彈吉他了 說不定啊 嗯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去booking 我就要做啊 這真的 鼓勵到很多人就是 要做就是 對啊 非常瘋狂 我覺得非常瘋狂 他就是這麼猛 對 結果我手術環掉出那個 哈哈哈哈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叫護 保護的那個叫 反正掉了三五個月吧 嗯 結果三五個月後 因為我已經booking了 我還是我需要錄音 但是我的手就很像沒辦法彈吉他 去拿錄音室 我還跟他說 欸我要彈 他說律師你怎麼彈 我說彈就對了 我就把那個 把那個那個 護膝 那個手肘 那個拿掉 我就彈 後來他說欸律師 你還沒 還沒受傷之前齁 我覺得彈的比較 比較沒有感情欸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哈哈 他還說 你受傷到之後 這個 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脈 你的手彈出來的音樂 比較有感情欸 他還這樣講 我說喔對對對沒錯 哈哈哈哈 很有意思啦 呃 對 我 我們是在 今年年初還去年年底 就是我們去桃園聽老師演唱會 因為市政府幫我辦了 那每一首都很感動 因為老師把他按鍵的 然後一些真實故事 然後跟老師的一些體會 然後寫到 寫到歌裡面 對我在現場聽真的都很感動 不過那時候齁 做這張唱片其實 沒有任何的預設欸 我也不知道 誰會幫我發行 嗯 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能力 有沒有資金去發行他 我也不知道說 那發行以後會有什麼 回應 就好像你站在池塘旁邊 你拿了一塊石頭 你已經選到最好的一塊 你要打水漂嘛 嗯 你希望他能不斷的跳跳跳 但是到最後他還是會沉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沒有太多的預設 我只是覺得 反正我這個水漂就是要打出去 嗯 我就是這樣想 然後 也不管我有沒有錢 或者是有沒有人願意幫助我 反正我就先做了 嗯 我就真的先做了 我不管他 就是做出來管他的 嗯 如果沒有人要 再看看怎麼辦 那沒想到 欸一切還算順利 後來就找到了 願意幫我發行的公司 並且我為了測試自己 的音樂還有沒有人聽 我還去報了一個比賽 對 叫做叫做那個喔 五萬五辦的 叫原創音樂大獎賽 然後我還拿到 何洛宇主的首獎 對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哇好不可思議喔 那首歌好聽好聽好聽 好聽好聽 很不可思議喔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下面那些平整的都是孩子 都是三四十歲的 哦 他們現在就是 創作力最旺盛的年紀 嗯 然後我在上面 唱給這些 比我值錢的人 聽 嗯 然後我都 我都不知道他們喜不喜歡 嗯嗯嗯 那沒想到我能夠拿到手獎 其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還蠻蠻大的鼓舞啦 嗯 那他們後來有跟你講 就是說為什麼你得手獎 為什麼給你得手獎這樣子 沒有啊 那應該要保密吧 哈哈哈 沒有人跟我講這件事啦 對 我就看到一個前輩在那邊 然後一直堅持他的理想 然後他的音樂 是這麼樣純粹 對 我覺得任何一個評審喔 都會感動 對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我真的想太多了呢 因為我覺得說 欸你50歲還要出片 你還在那邊唱你的老歌賣你的老臉 會有人聽嗎 其實那個那個那個獎項肯定 讓我給我一個啟發 就是說 其實呢重要的是音樂本身啦 對對對 哦 重要的是你的歌曲 你的音樂 你的歌詞 你的意境 你的音樂 編曲 你的歌聲 嗯 能不能感動人 嗯哼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是可以跨世代的 因為你剛剛講下面都是一群比較年輕的 是啊 確實就是喔 嗯 老師來一下來一下 這首歌太好了 對 這個歌 我們太幸福了 叫做 講的就是我是個南部的孩子 嗯 然後從 這個 富吉北上求學 然後就 一轉眼就20年 30年沒回家 爸爸媽媽還在等我回去 但是我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我在這邊有事業 有家庭 然後有太多的牽絆 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 案子要打 所以我覺得 我就像是那個 向日葵 嗯 你把他的根剪下來喔 然後 他擦在你家的花 這個 這個花氣裡面 你還是會發現他的臉 還是會朝向太陽的方向 嗯 其實我就是他 嗯 雖然我已經離開家 是去跟 但是我還是會 那個 向著南方 是 所以第一個歌詞就是寫 起南方的時 哪天到古香的味 嗯 後來我就寫 頭門家沒白 就皮 沒有 香腸的味 喔 頭髮還沒白 就 對 聞不到那個 真的 你沒到一定的年紀 你不知道鄉口是什麼味道 嗯 最後我就寫說 都市的霓虹燈 就沒有回鄉的路 照不到 都市的霓虹燈 照不到回鄉的路 對 我的天啊 那個意境太美了 對每一句都 哇老師你這個每一句都是很 很精煉的 而且很有韻味的 不敢讓 嗯 好我們就來聽一聽老師這一首 這叫做無根的日頭花 無根的日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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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南風的時 哪屁著古香的味 拍照到 風鈴景 懷念的氣味 很短人鬼 風鈴景 哪屁著秘載 哪屁著旁弊 队天降等小 在头落山雨后 雨的头泪泪 我是无惊的在头火 头风落海暗闭 跑落的火万水风气 买飞去队 北上那座年 驾望到那车车想 一阵过又一阵 走找我的梦 时间寒冷早睡了 青春已经过去 头梦也买飞 躲屁无香秋的味 青春不禁的在头火 日子漫漫啊过 火下落头雨后 吹不禁在队 我还是无惊的在头火 着三心来欢喜 躲屁的年红 定阴阳借墓 我回向的路 我回向的路 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的一首歌哦 不然你们两个好像都不是母语都不是台语 我母语是台语 我以为你不是 我是不太会讲 我是大学才开始 台语真的是很很棒 从开始创作以后才发现 哇!这个语言是太不容易 很多它可以设计的地方 也可以拿来当作持续创作的素材 我心上有专业名称哦 好!我就透露了 叫做感嘎 感嘎怎么写 感感 他是两个勇敢的感 两个国字就是两个勇敢的感 感感 但是你念成感嘎 台语很有趣 第一个字是疑问句 第二个字是动词 感嘎 但是写出来却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国字 其实他就是敢不敢 尴尬就是敢不敢 很多事情在于能不能是你敢不敢 当时我考虑是高考一样 不是数学问题啊 是你敢不敢的问题 包括我做这张台语唱片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开发结果 让大家接受 所以还是你敢不敢的问题 所以我就把这个尴尬这两个字 当作我下一张专辑的主题 因为像金曲奖得奖的时候我也有提到嘛 就是这个人生呢 其实你不能因为怕死而不敢活嘛 对 你还是可以在人家定位你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去灌溉你另外一个梦想 我觉得斜杠嘛 就是这样 你能够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只有一件 很多人说做了四十年五十年 就是职人的精神 我知道这当然也值得敬佩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子的这个造化 或者是能力 一旦你在人生的旅程遇到了一些挫折 跌倒的时候 你难道不会想到说 其实有另外一扇门 我也值得去走走看嘛 那你去闯的时候 或许你会觉得 那我原本 原本的这条路 我还是可以保有它的可能 多元的社会 我觉得就是要尝试 这是尴尬 对 老师这个真的鼓励到很多人 对 对啊 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勇气 或者对 我觉得除了敢不敢 我觉得是老师一直勇敢 勇敢跨出这一步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对 非常重要 但我觉得老师是一直努力 一直相信自己 是啊 老师不信邪啊 我信书 他永远不服输 他永远不服输 对啊 老师 所以这一个歌曲 其实带给你 再一次的一个动力 跟信心 让你在音乐上面 能够再加把劲 对 但是我也没办法担保 我以后继续做 还能不能得到肯定 我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有怀疑自己 但是我回归到 我的中心思想 就是尴尬 Nothing to lose 如果我有一定的资源 我有一定的能力 然后我何不 何不 去做一件我想 想要做的事 让我不会感到遗憾的事 嗯 对 所以从 因为其实在 在之前 你是从国语 啊 华语歌曲开始 嗯 然后慢慢回到你的母语 去开始做 这个创作上面的一个 重点的一个发展 应该说 你到善良的人 这张专辑 等于是 真的是全台语 全台语的歌 是是 这中间 你怎么样去找到 这个定位 是让你是觉得 你要把他这个精神跟 精力投入在台语音乐上面 因为我 其实我以前 做国语唱片的时候 我就有在帮一些台语歌手 写歌啊 哦 蛮多的哦 我帮蛮多 洪荣宏 施文斌 蔡小虎 哦 但我的歌都比较有 怎么讲 就比较有 自己的想法 比较不像那时候流行的那种 感觉啦 嗯 那 我觉得这是我擅长的 又何况 就是我从小讲到大的语言嘛 嗯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可以发挥它 嗯 那另外另外一个是 其实我 我其实也是对父母亲的一个交代啦 就是说做音乐做这么久 还是要做一些 他们听得懂的 哈哈哈 然后 然后他们真的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对 那我们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想要跟爸妈妈讲话 直接讲出口 有时候 不大好意思 嗯 所以就是 用唱的 像《不惊人的头发》 其实就唱给我爸妈妈听的啊 嗯 告诉他们这孩子 30年在 在台匪做了什么事 嗯 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嗯 对 我就是要 让他们知道 嗯 老师这一张专辑 就是沈梁的拍廊 这个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 那时候是其实在 还在母代阶段吧 对对对 那时候就听到了一些 对对 老师有分享一些 就是像我们给一些意见这样子 对 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这张专辑不得了 因为他很多创意在里面 很多想法在里面 嗯 而且老师很想要突破很多的那种现况 嗯 就是想要找一些新的可能性 这一张专辑 你自己在定位上面 你希望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有做到 哪些地方你觉得 还可以再加强 会再下一张张专辑出现 嗯 哇这个 这个题目问得很好 就是 我期望我自己做的是新台语歌 嗯 嗯 那这四个字其实听起来有点 嗯 也是一个是一个名词哈 但是他一点都不难 所以新台语歌就是跟时下的台语歌是不一样 嗯 那讲出来就是要有特色的台语歌 嗯 然后我就是我想要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是不一样跟时下的听觉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个要做的 第二个我是想要把我这几年来 我因为我的工作 还有我对人生的体验 其实大部分是工作那一面啊 嗯 的这些值得把它采扬出来的故事 然后把它画作音乐 嗯 然后其实 其实就是歌的血肉 嗯 所以所有的所有的歌都是来自于这些真实的故事 嗯 那 无非就是我工作的这些诉讼案件嘛 嗯 那里头有那种 未婚妈妈自己的孩子还生了孩子 后来 不得不颂养 嗯 后来后悔了 对那种心情 嗯 然后他讲到一个被关的一个 哦对 对 那首歌叫Poe 然后被关了好久 然后他 关到八个月 对 他他来写信来来告诉他说孩子出生了 在桃园 那种后悔的心情 嗯 然后也写了一个 这个 冤狱案 嗯 冤狱案的那种 受刑人 受到了冤屈 嗯 然后仍然想要保有希望 不放弃 后来终于 见到了阳光 被放了出来 平反 那种感受啊 所以 我觉得这些故事 并不是在祈求大家 这个 同情 或者是同理 嗯 而是呢 而是其实 在社会中有这么多的人性 跟故事 你不一定看得到 嗯 那我把最真实的呈现出来 这是我的目的 嗯 其实就两个 两个面向 一个是诚恳 嗯 必须要很 诚恳的面对自己 诚实的来说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真实 嗯 就是不会无中生有 嗯 那我觉得这样最容易贴近人心 嗯 这一点我觉得我有做到 嗯 但是呢 我 我 没有做到的事呢 我觉得我的 音乐的 包装 血肉是有 嗯 但是那个编曲的包装 要让他穿上一件 比较新的衣服 意思就是说 让他给一些 听众 更 现代的听觉 嗯 我觉得我做不够好 嗯 嗯 谁能够拍哪一张 我觉得我做不够好 就是 就这个现代听觉的 处理 我觉得 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所以新专辑我要努力这一块 嗯 其实还是一样来自于 我那些 身边的故事 嗯 以及诉讼的案件 嗯 那 这些血肉在 但是我要让他穿上一件更新的衣服 嗯 所以新专辑我就往 这个方面去修正 嗯 那我觉得应该有达到我的目标 但是你们还没听 或者到时候你们听了再告诉我 我有没有做到 我真的很期待 你发片的时候一定要来 新台语歌 对啊 因为我 你可以用一些台语跟老师 哈哈 跟老师访问 我台语不介练 我是台湾人啊 我心轻 对我婆婆一直叫我啊 要好好学台语 哈哈 是啊 对我上次去访问一个医生 他是非常权威的 就是有治疗癌症 嗯 他就说现在年轻的医生啊 有些很会讲英文 嗯 但是结果不会讲台语 变成说有一些阿公阿嬤 他们要去看病的时候 嗯 没办法沟通 嗯 所以他在教学上 现在在推广台语 很好啊 因为问诊嘛 对 你要问人要回答嘛 对 啊你没法用人听的疑言 来问人要怎么回答你 对 所以一样嘛 律师也是一样啊 像有一些年纪大人来 委任案件 嗯 嗯 如果你讲他熟悉的话 其实你们很快就能够进入核心的讨论啊 嗯 我突然想到他们家才很厉害 他是律师 他弟是医生 哈哈哈 你们家还有谁 我妹也是医生 你们也是医生 你们家太过分了 哈哈哈 你们家太过分了 没有啦 其实就是 其实爸爸妈妈也没有特别栽培啦 就是 我不知道欸 就是我迪迪妹妹是 真的是从小功课都很好的那种 但是我是比较 一般啦 我是后来才会痛定思痛 不得不的时候才会把力量展现出来的那种 遇到一个好女友 哈哈哈 真的是厉害 真的好棒 我很想听听看现场版的神龙的派人 或者是流浪的吉他 欸我们今天真的是太 太 今天就是凹啊 哈哈哈 太幸福了 你知道我以前都要去民歌餐厅 然后点东西 然后偷偷在台下听他唱 听听听老师唱 有这么夸张吗 我是真的啊 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在追踪 欸不过吉普赛这些都 都是以前最夯的那个 对啊 吉普赛 对对对 最夯的欸 在西门町什么的 现在都没了齁 所以这风 怎么讲 就是世代会更替啦 以前流行的事情 不可能 一直保存下来吧 不过那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 就是觉得 欸 是很很很珍贵的 对 因为如果没有那段历程 其实搞不好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对啊 好 那我们来听老师 好吧 那就神龙拍廊哦 好哦 那我们来听老师 就说 是 走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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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乱三个儿 走去 买来拖拖拖 走去你 走去你 เพ四人呢 因为我拖拖 你 Tell me 你拖拖 地生命 促來打拼 給你挑進心命 當初他的手術 都是無贏無借 流路的白色金一好打 這張離婚協議 等你簽名 無情的無記的無心的無緣的 都來找我 為人頭起這條 他們不用耍 幫人自由走 有情的有記的有心的有緣的 祝庫頂驚到老 讓我做一個善良的派人 聽耍無幸福的人 他要替你聽 吃路飽 好嘴開開 無暫無借 善良的母 甘你的 繼續喝 受吹蠶 當初他的手術 都是無贏無借 我甘願做一個派人 一家菜 當年來 他們不用耍 一家菜 當年來 他們不用耍 一家菜 當年來 他們不用耍 沒情的無記的 沒心的無緣的 都來找我 為人頭起這條 他們不用耍 幫人自由走 有情的 有記的 有心的 有緣的 祝庫頂驚到老 讓我做一個善良的派人 聽耍無幸福的人 我來做一個善良的 善良的派人 聽耍無幸福的人 哇 我覺得老師唱歌都好有感情 欸 我覺得你這個 這個音效調到這一首 終於有比較好了 哈哈哈哈 老師有在細聽 你調 你在調音效 真的是專業的 我這次有發了 我這次有發了 這沒辦法呼嚨老師 這我就聽不出來喔 他是我老師啊 你真的 對 老師會更進步 我們會更進步 對 要留給他一些進步的空間 那個吧 問老師吧 要不要留一點時間啊 好啊 對 我們錄了一個半小時 其中有半個小時是我們在處理 這個障礙排出 OK 好 那不然就這樣好了 我們就 要談的太多了啦 我們下一次真的就是新專輯的時候 好啊 可以 留點時間給歌迷 好啊 好啊 那我們就 接下來時間就 開放給朋友們 大家互相來這個 大家互相來交流 那我先把這個拔掉好了 不然我們聽不到他們聲音 OK 大家聽得到聲音了嗎 好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的時間就 我們就開放給各位朋友看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回饋的 或者想要跟老師來分享的 還有 還是有什麼想要法律諮詢的 哈哈哈 很貴喔 一秒計費 對 我們今天本來還要用 就是講那個有關於音樂版權的部分啊 對 可是我覺得我怕等一下他們沒有時間可以 是 這樣問他們應該會有人想要問老師 好的 如果有朋友想要回饋或怎樣 您就舉個手上台來 或者台上有沒有朋友想要跟大家分享些什麼 嗨 我的好朋友 哈囉 我們新聞部的導播 現在在做社區志工 然後還有我們人資的 大家好 現在南希是在面對這個臉書上面的直播 我們今天 還有芳如製作人 電視製作人 是是是 哈囉 您好 您好 哈囉芳如哥 好的 我們現在是在跟臉書上面的直播打招呼 對 那 這邊他們想問問題就沒辦法 我這個我真的還要學一下 謝謝你們 我們直播的部分我們會再改進喔 因為我們有點 因為其實他們可以從這邊發言 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讓你慢慢 好的 那我們就是在Clubhouse這邊 我們有哪些朋友想要發言的 就您就直接開麥來吧 就跟老師一起來做一下互動 你們聽得到我聲音可以留言 謝謝 太棒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現在Clubhouse是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因為我把那個器材打開 這都是我們的時代 可以喔 可以聽到聲音 差蠻遠的 應該有 應該有 沒有吧 應該10歲應該有吧 沒有 沒有 有嗎 如果有朋友要問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就直接開麥就講了 那如果現在還沒有的話 我先請就把那個問題給問掉 你要問的 對 我自己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 我先把這個 看一下 對啊 太嚴重了 因為之前就是 當然這有點敏感 但現在時間過了一段時間 就沒那麼敏感 真的 說實在很多創作者 像我自己有時候沒有想法的時候 可是突然聽到什麼旋律 或聽到什麼樣的和弦 就進到我骨子裡了 不知不覺被影響 不知不覺影響 當我在寫歌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個影響出來了 就變成雷同 那就變成會遇到誤區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狀態 如果我們就這個事件來說的話 你覺得有什麼樣一些法律上面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創作者來做一些分享 其實不管是文章 或者是圖畫 或者是音樂 這個抄襲這兩個字 其實沒有在任何的法典裡面 會發現這兩個字 有嗎 罪行法定主義 講的就是說 任何的行為必須要有形式 對不起 這個要讓大家聽清楚一點 等一下我把機器再插回去 單純的諮詢 這其實是分享 就是說 音樂的抄襲 其實抄襲這兩個字 在任何的法典裡面 其實很少找得到這兩個字 那我們講罪行法定 就是說所有的應該受到刑事處罰的行為 必須要很明穩的規定在刑事法典裡面 但是我們在刑事法典裡面 找不到抄襲這兩個字 你說竊盜 偷一個東西就是竊盜 偷就是竊盜 偷竊 又或者是侵占 變此有為所有 那是侵占 又好比說殺人 傷害 那就是很明確的名詞 那抄襲這個沒有一個 真正的把這兩個字 放在一個處罰的一個條文裡面 那最近的叫什麼 最近的著作選法裡面的 叫做重製 你把一個音樂著作物不管是詞曲 你重製到你的你的一個創作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 你說你是重新創作也好 所以你是把它整個翻到你的硬碟也好 或者是你把它copy 就放到當初你自己的創作也好 其實講的就是重製這兩個字 那我們怎麼如何看待這件事 第一個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說 寫歌的人要判斷他有沒有這個意圖 就像你講的 因為我們從小聽到太多的音樂 然後大量的資訊 大量的資訊 一直到你的腦裡面 到你要反除出來 創作出一首歌的時候 你會不會受到影響 結果你弄了一個跟某首歌很像的旋律 這可能性蠻高的 但是你有沒有意圖 你有沒有這個惡意 你沒有 對啊打從心裡就沒有 所以犯罪的處罰要處罰什麼 處罰惡意嗎 這種事情不處罰過失啊 過失不小心撞到人要處罰他是過失 但是抄襲或者是重製 處罰就是一個蓄意的一個惡意行為 如果你真的做了這件事 真的很像 但是你沒有這個自覺 你也沒有抄襲的惡意跟意圖 當然就不能用刑事來處罰 但是誰知道這件事 對啊 自己知道啊 還有你自己知道啊 對啊對啊 但是所以你刑事法律在面對這樣一個案子的時候 有一個人 就好像你講的那一首歌在 哇這麼像 reality 這麼像 嗯 外觀上真的是太像了 但是我如何判斷 他有沒有內心的這個惡意 還是要從一些客觀的事實來這裡推斷啊 就好像 我們要說他殺人 但是他說沒有啊 我只是要傷害他 沒想到他被我殺死 那到底要處於傷害罪還是殺人罪 傷害致死罪還是殺人罪 還是傷害致重傷罪 其實這個時候就要看啊 客觀的事實是什麼 你拿的是一把槍耶 你也知道槍打下去會死的 所以如果你的胸器是一把槍 又或者是說你下手的位置是一個人的要害 這個時候你就很難辯解 很難辯解說你是基於傷害的故意 而不是自人於死的故意 嗯 像你了解嗎 嗯 你要從這客觀的事實 他下手的部位 他使用的胸器 以及 以及他下手的輕重 嗯 去判斷 找出這些事實來判斷 抄襲也是啊 重置也是啊 嗯 如果 客觀的事實發現 糟糕 有長達這個幾十個十來個小節幾乎一模一樣 嗯 那這樣會認定外觀上他符合 這是第一個要檢查的嘛 但是內心犯意有沒有 這個就是如同我剛剛要講的 但是這是一個看不到的東西 你打一個人還可以看到他的傷口 還可以看到你下手的部位 但是旋律這種從無到有 是你手碰不到的東西 你如何來判斷 他這個客觀事實 所以這塊反應有靠見解啊 嗯 他認為說 外觀上呢 必須要有 這個 這個 實質的類似 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要說 你可能要有 這個 接觸 足以來證明有接觸 好我舉個例 什麼叫接觸 有個人他就 突然寫了一首歌叫 這樣 我是蘇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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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跟Happy Birthday 是一模一樣的旋律啊 嗯 那這個時候 你要說到抄襲嗎 當然構成啊 因為大家都聽過這首歌嘛 嗯 你有沒有接觸 你有沒有接觸過 有啊 有啊 你從小你都接觸到生日快樂歌 結果你竟把生日快樂歌寫成一首 我是蘇明媛 嗯 那就是抄襲嘛 嗯 所以接觸的一個外觀 就是要從這些來判斷 嗯 我再舉個例子 假設呢 我是一個音樂創作者 然後我寫了一首歌丟給你 然後我檔案都傳過去了 我也有記錄 我是用mail傳的 夾帶的一個檔案 一個音檔 如果你就 你有接觸這首歌 就很容易證明了嘛 嗯 沒想到你接觸這首歌以後 你就改了歌名 嗯 於是你就把它發表了 嗯 那我要證明這個歌 是我寫很容易啊 因為我什麼時候寄給他的嘛 嗯 那也是我的創作 你發表的歌跟我的歌一模一樣 是不是 嗯 是不是有具體的類似 有 有沒有接觸 有啊 因為我傳給他的啊 所以要這麼嚴格來證明啊 嗯 真的是要這麼嚴格來證明 這是法律面啊 嗯 這法律的定義跟音樂的定義是不一樣 因為定義就是你自己的心證嘛 你覺得是其實他就是 但是在法律上要用刑事處罰來 苛責這個人的法律責任 要很嚴格來看待啊 嗯 嗯 一定是要這樣 要非常嚴格來看待這件事 對 那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喔 這講的就是你在寫作 你要去避免這個事 但是完成一首歌你要怎麼避免 現在有工具喔 你說網路上的工具 對 最簡單的是Google Google的語音 你哼一個 你哼出來 他就會告訴你 啊真的喔 然後他會告訴你多少相似 是喔 或許你可以檢查喔 或許可以喔 但是你要哼的稍微 有一點時間 好比說十秒或十五秒 甚至要兩三個小節以上 嗯哼 為什麼我會發現這個 因為上次狂大軍老師他突然想 欸有一首歌我哼給你聽 它叫什麼名字 你趕快跟我講 因為我拿來教學 哈哈哈哈 後來他跟我講 我也想不起來 後來我就想 欸我就搜尋一下 能不能有那種聲音 旋律辨識 旋律辨識的 以前就是只有 一個錄音室作品 有很多配器的 它會幫你分辨 現在是你即便用你的嘴巴 哼出來喔 把旋律哼出來 它也可以告訴你 這是什麼歌喔 於是我就用了這個方法 原來是那個Journey合唱團的 叫 Open Arms 黃老師問了這首歌 然後我用什麼方式 我就用哼的 用哼的 對 你說Google的什麼 Google的什麼什麼東西 Google的 就是Google的首頁 又那個 那個橢圓形的欄位 不是有一個麥克風嗎 這個 對 點下去你就開始哼 喔 但你這個沒有收音嘛 有嗎 有啊 但是IOS S好像不行 Android可以 喔 是是是 我試過的經驗了 因為我太太也是Android手機 我用它的可以 但是我的 IOS卻沒辦法 只要開Google首頁 然後它那個搜尋欄 有一個麥克風 點下去 對 對 怎麼厲害 然後它就有一個聽的圖示 告訴你說它正在聽 是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旋律有沒有跟人家撞到 對 或許你可以藉由這樣子來檢查 或避免 我覺得 但是這也不是完全 因為你哼了兩個小節 它告訴你類似 但是你接下來第三個小節 完全不一樣啊 嗯 其實我覺得 還是那句老話啊 嗯 就是說創作是一種負責任的過程啊 對 你當然你不能基於惡意 去偷人家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 還是先從自己的誠意 誠懇的態度去出發 是 這種事情 會不斷的發生 嗯 因為就如同你講的 就是 雖然 這個 這個 童中求逸 有太多的問題 雖然就只有 自己音階 Doremi Sara Sito 可能加上半音 也沒多少個音喔 但是呢 經過這些排列組合 16bit的歌 8bit的歌 甚至 86拍 43拍 有太多的組合 其實有太多的不同 但是呢 也有可能這麼碰巧 你就是 被認為 像某首歌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遇得到 嗯 嗯 就是拿出 你的 至少你要 你不能 你不能欣存僥倖 再來 你不能有惡意 只要是這樣 我倒是覺得 不要去限制你的 創作的想法 嗯 如果你每一首歌都這樣子 還要去不斷的檢查 說我有沒有稍取說我哪一首歌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那是很累人的事 對啊 但是你只要問心無愧 嗯 我覺得通常 通常都不會受到責難 嗯 確實啊 因為像比方說以前也有一些大師 他們就是 會有那個 像某某大師致敬過幹嘛的 你知道 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去表示說他們對他的音樂的尊敬 但是 但是也是他們也在那邊學習跟滋養 然後 幻化成滋養 但是有的時候是不同的音樂型態啊 像很多饒舌 他會去取樣某一首 classic的 進行或grooving 嗯 或者是他的loop 嗯 那其實他講名了 嗯 我就是用他的 我是用他的sampling 那叫取樣 是 我就整個拿過來他有講名 那如果他有得到授權 那當然就沒問題 嗯 那個又是另外一種音樂型態啦 嗯 是 好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 很很很棒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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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資訊 應該不大算啦 不大算 也會有很多人受到那個鼓舞 因為 就是 老師那種往前衝的精神 是是是 對 好 那我們最後就看看還有沒有朋友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老師的 或有什麼樣想要表達的部分 呃 呃 我是 大陸人 嗯 呃 是 聽到 聽到蘇老師呃 呃 唱的台語歌 雖然歌詞我一句也聽不懂 但是能夠感受到那份真誠 和 呃 非常悅耳 不但悅耳能夠動心 我是 我覺得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呃 就是 而且蘇老師講到 他在出車禍的時候 呃 然後想到 要把自己這些作品留下來 那種 呃 那種動 那種動力非常 的確是能夠感染很多人 鼓舞很多人 呃 然後 嗯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蘇老師 作為律師 可能會接觸到 呃 人性的非常陰暗的很多面 或者虛偽的一面 但是蘇老師的歌能夠聽到 嗯 就是 非常 把自己內心保護得非常 純潔的 一種真誠 呃 呃 這一點是怎麼做到的 就是 是說 律師的工作會 呃 會 呃 讓自己 呃 就是用歌曲 想要表達人性的感性的一面 去讚美人性的善良的一面 還是說 呃 怎樣去防止自己 就是被腐蝕呢 嗯 我怎麼做到 怎麼做到這麼 這麼這個真誠的去呈現 這些音樂創作的故事 其實就是 就是 不要做作 然後呢 然後 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創作的兩個最基本的要素 一個叫誠懇 一個叫真實 誠懇就是你面對自己 你不要去渲染 那你也不要去 為負心慈 強說仇 然後你也不要去 不要去故意把自己講得很悲哭 你就很誠懇的認為說 哎呀這個當事人的故事 為什麼會走到這裡 他心情是什麼 你就把它當作 你藉由音樂去表達他內心的想法 那第二個就是真實嘛 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創作 所有的歌曲旋律 這個歌詞都是來自於這些 我所接觸到的案件 我覺得只要兼顧到這兩點 應該就足以可以去產生一些 大家共鳴的因素 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 從早到大 你一定會有一些 跟這些當事人 類似的心情 只是你沒有走到他的地步 只是你沒有 也或許還沒走到 也或許將來會走到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秘訣耶 就是真實誠懇 這兩個態度 是Wendy有聽到嗎 對 您就是把 就是接觸到的這些案件 即使是 就是很黑暗的人 您也沒有就是說 覺得他們是壞人 或者是排斥 沒有 覺得是自己 就是對他們是一種 大愛的那種 就是能夠有 有同理性 或者同情性那種 所以律師工作 對您是一種 對藝術創作 是一種滋養 並沒有任何就是 覺得自己 覺得想排斥的一些東西 沒錯沒錯 你講得很好 他就是一個 我的養分 創作的養分 你剛剛講的就是 我寫神流文拍狼 我把自己說成拍狼耶 所以其實 其實有些人認為律師是拍狼喔 壞人 律師是什麼 是善良的壞人 有些人認為律師是壞人 為什麼 他可能會跟你要辯護的那些 當事人 他們很容易把他畫上等 因為你在幫他們講話 我們看過太多的例子 他說你是魔鬼代言人 因為你幫了一個 惡貫滿營的人辯護嘛 但事實上 這是我們的天職啊 也是我們基於法律所賦予的 這個權力 必須我們要對於這個職業 要尊重 而且要貫徹這個職業的精神 所以即便他是惡貫滿營的人 你也要幫助他 得到公平審判的機會嘛 在這個情況下就是說 即便律師的角色在你在幫這些壞人 辯護你們所理解的壞人 辯護的時候 這個也被統理成壞人 但是我們也必須面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赤裸很真實的紀錄啊 你有可能會被認為是這樣 然而或許是因為你的誤解 又或許你對這個行業的不了解 但是呢 我很坦然的面對你的感受 那我想要解釋 我想要澄清 但是你要不要接受 其實我也沒有強迫你 我只是把我的心情寫下來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人 他說過一句話 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只跟自己喜歡的人 想打交道的人打交道 那如果您就是 如果就是創作 因為創作歌曲成為非常 在這方面非常成功的話 您會堅持做律師工作做到80歲 還是說會專心做創作呢 你們的問題都好犀利喔 但是我必須很坦然地告訴你 就是現在我們的音樂環境 可能沒有辦法讓你有足夠的收入 然後去維持你已經當律師一陣子的生活 我講出來就是說 其實當律師 應該台灣的律師或者是我不知道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律師 他基本上還算是一個收入還不錯的工作 所以也做了20年 你有足夠的一個能力 可以讓你維持還不賴的生活 但要維持這個生活的一個收入 我覺得目前要以做菸業 其實是不容易達到 可能還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所以當然如你所言 如果我可以接下來的日子都以音樂為生 那當然我會很開心 但是目前恐怕還沒辦法 除非我哪一天就變成了 就你所講的一個很棒的音樂人 或者是一個大家都喜歡聽的一個歌手 我有足夠的收入來維持生活 或許我會改變 但是目前我還沒有這樣想 所以現在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一方面維持我律師的工作 然後呢一方面我也追求我另外一個志向 我可以講一下嗎 你剛剛有一句話 就是你說如果有一天你變很棒的音樂人 沒有沒有 你在我們心裡已經是很棒的音樂人 我覺得就是每個人喜歡 我覺得還要努力啦 我覺得每個人喜歡的歌手 就像每個人喜歡的電影 有的人喜歡獨立電影 對有些人喜歡獨立書店 娛樂片 對我沒有喜歡要那種非常商業的 對啊 這是兩個概念 你很棒的音樂人跟很賺錢的音樂人 這是不見得是很好 所以這位朋友他講的很好 他說如果可以 一輩子都跟你喜歡的事情相處 那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件事啦 你可能要從別的地方換來一些資源 甚至你要從別的地方去賺取 去賺取你喜歡做這件事的成本 我目前就是在做這樣的事啊 像我有很多劇場的朋友 他就是為了要演戲上舞台去 他平常就是打工端盤子啊 或者是去幹嘛 大學畢業也是一樣 都是這樣子 太多的例子 為了成就那個藝術的那個面 那幸運的人 他可能在這個領域已經得到了成就 他可以就堅持這個工作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啦 跟我一樣就是說目前還沒有辦法 這個馬上就放棄掉 已經做了一陣子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他問的問題真好 對 可是老師我覺得啊 就是說這樣我們更珍惜音樂 就是我覺得藝術是有一種奉獻的精神 藝術家要有一種奉獻的精神 就是因為音樂這麼的得來不易 就像我們有一些演舞台劇的朋友 因為他去演舞台劇 這麼的得來不易 所以好像會更珍惜這件事情 是啊 對 資源是你自己努力來的 對 那有一些是透過許多人 不期待價格給你幫助 讓你會更珍惜 因為你要對得起自己 以及幫助過你的人 對 這一切都是得來不利 當然你就會更重視 希望他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線上來了一個我們兩個共同的好友 Rich Wong 君富 富哥 對 他剛才傳的小飛機給我說 阿世不用扯一下愛情釀的酒 你 是什麼意思 Wendy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打斷了 Wendy您還有什麼要繼續 沒有了沒有了 我覺得非常有收穫 非常感謝 謝謝您喔 您的問題都非常好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想法跟感受 謝謝您 謝謝 那我們還有朋友想要分享的 或者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來跟蘇律師打個招呼 好的 你好 律師好 我是Q摩 你是 我是Q摩 Q摩 老師好 Q摩老師喔 我聽了一個多小時了 你怎麼也在上面 其實我蠻常常來的 是喔 我不知道 Q摩老師 我以為 我以為你一天到晚都在錄音室裡面錄音 對我們台灣音樂 很厲害很重要的老師啊 嗯 老師好 我看到你Facebook說你在Clubhouse就上來聽你聊天 對 謝謝你長臉 老師老師我要介紹他一下 這張新的專輯裡頭所有的那個Drama 所有的鼓都是他的大餅 哇 厲害厲害厲害 對就是他 因為我覺得他很棒 因為任何的樂性 他都可以掌握 而且他又很好溝通 不會有太多的計較 也是跟我一樣是成品為先的人 對我們溝通還蠻愉快的 謝謝蘇律師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 那個Rich王你也要 我已經邀請你了 Rich王 你會上來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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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王上來了 你上來了嗎 Rich王 你還沒上來 是不是 我的手機沒電了 你的手機沒電了 那 沒關係 好 怎麼辦 沒關係啊不管 我上上車再 不知道為什麼 Rich王就是上來 因為他 喔來上來了 Rich王我先緊張介紹一下 Rich王是我在電視台的主管 但是我們也是兄弟 那他是跟明淵老師的關係 他也是我的兄弟 對 他跟你的兄弟之情可能 我跟他的兄弟之情可能會超過你 超過我 太多倍了 你們太深了 我只是這個參加 我上了福大 那第一個遇到音樂的朋友 應該就算是他 對 然後後來我們有 我們在大三的時候住在一塊 對 一直到他畢業 然後我留下來考研究所 做音樂 我們才 才這個 沒住在一起 但是呢 後來他 他也就進了電視圈嘛 然後我也進了音樂圈 我們又湊在一塊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這個緊密的關係 從來沒有鬆動過 世紀的淵源 世紀的淵源 世紀的淵源也有著力 他有著力 有 他當我其中一個MV的製片 對 但是音樂的部分 本來是要找他 但是我覺得 這個 他可能太久沒彈吉他了 哈哈哈哈哈哈 讓我 讓我有點擔憂 哈哈哈哈 講當年他也是大戰 什麼音樂 熱門音樂大賽的 沖房吉他手 對對對 密奇王 你申訴一下吧 哈哈 請說開麥 來 大家好 我講話聽得到嗎 聽得到 好 各位好 我不認識大家 但是 我是兄弟 所謂兄弟就是 腳頭跟流氓的意思 這邊應該有很多對岸的網友 對不對 哈哈 對對 腳頭跟兄弟 你們大概 比較不了解 這台灣的說法 腳頭跟兄弟 就是流氓的意思 沒有啦開玩笑啦 沒有 今天是我第一次 上Clubhouse 然後呢 我們的 house house host 我們的永慶哥 南希姐在不在 在 好 這兩位都是我的老同事 然後呢 蘇律師是我以前那個 還在讀書的時候 欸我問一下 你們想不想聽他的那個 幕後的故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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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開玩笑啦 我其實今天是上來那個 講台語 台語就戰聲一下 戰不下一下 因為我哥們一個 開Clubhouse 然後開錄音室 另外一個一直在 努力他的新專輯齁齁 所以過程裡面 這兩個兄弟跟我都保持一種 戰友的關係 重點有一件事 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不曉得各位年紀大概到哪裡啦 因為我跟永慶還有跟蘇律師 我們年紀差不多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做的事情 都是不想再後悔的事情 那麼 呃不想後悔是很多啦 比方說 呃想去爬個山啊 爬個那個 一輩子都爬不了的山 或者做一首一輩子唱不了的歌 但是呢 蘇律師還欠我一場演唱會 大家他剛剛真的是 他跟永慶都沒有介紹我的專長 雖然我的專長已經 現在已經很落伍了 但是我還是會膽一點其他 好啦開玩笑啦 我不耽誤大家跟蘇律師互動的時間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再爆料給你們聽好不好 蘇律師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要不然我去殺去你那邊滅口 哈哈哈哈 沒有蘇律師是一個好人 對對對 而且他被黑狗 他被野狗追的時候他跑很快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我就先 我就先關麥了 請各位繼續 好 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俊福哥 俊福哥 俊福哥是我們以前在電視台的 這個長官啊 對啊就是 我要預算都要看他點不點頭 哈哈哈哈 我能不能加薪都要看他點不點頭 全部同意 全部同意 現在講來不及了啦 哈哈哈哈 他已經離開了 對 他也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一個 超級的一個瘋狂吉他手 雖然現在比較少彈的 但是他的那個威力人在 我們預計啊 本來預計年底要來一場演唱會 但現在我不知道我們這個誓言已經 十年前就講過了 十年前的年底到現在的年底已經過那麼久了 好 這個我們就不多著了 各位朋友啊 我預告一下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房間的話 我們這些中年老狗的確很認真想要在年底 或者至少一三個月內 也許就在詠慶的錄音室 我們可能會來一場小型的演唱會 那到時候呢 也希望這個蘇大律師 不要躲齁 一定要來讚 一定要來讚聲一下 讓這個Clubhouse更熱鬧 而且有live可以聽 那到時候 到時候請讓我solo好不好 好的 對 愛情釀的五家皮 好想聽這首歌喔 愛情釀的酒 好 謝謝俊富哥 我們就 淵哥 你現在應該可以唱一下吧 唱一小段吧 愛情釀的高粱酒啊 這種直播還是要考慮到版權的問題 天黑過我的憂鬱怎麼樣 唱完了 唱完了 第一首歌了 都沒等我 你猜到 抱歉 好 謝謝富哥 謝謝俊富哥 那我們還有朋友 有什麼要回饋跟分享的嗎 現在還有朋友嗎 現在其實在美國時間比較尷尬對不對 美國時間是白天的 早上的9點10點之類的 10點多 所以有些人正在上班 是在偷聽 偷聽Clubhouse 那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說我們現在 因為大家也蠻長的 兩個多小時了 那我們今天就欠到這邊為止了 那就我們就等這個 舒老師新專輯發行 新專輯發行的時候再來這邊 那這邊謝謝蘇老師 那同事也謝謝我們 向今年致敬Club 提供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平台 讓這麼多優質的觀眾 聽眾能夠來這邊共聚一堂 一起來分享彼此的心情 那麼我們也期待下一次的節目啊 我在下一週目前預定是在10月30號 10月30號 等一下我確認一下啊 我們會有一個 下一次會換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是來一個中東鼓 OK那也是我們的兄弟了 10月31號 OK 11月31號的晚上8點鐘 10月31號晚上8點鐘 我們會邀請一個非常有名的中東鼓演奏家 馬俊仁老師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來分享 那他在日前 他在去年出了一本中東樂舞盛典 那麼這本書呢可以說是第一次 有人把中東的這些音樂旋律曲式節奏 還有包括他的內涵 統統把它整理好成了一部 可以說是現在我們在學習中東音樂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點擊 那麼他會來節目來現身說法 來跟大家分享中東音樂之美 如果您聽過電影《聶影娘》 裡面的這些非常有胡人風味的 這樣的音樂的話 那麼他就在裡面演奏 他就是裡面的演奏者 他不管是在國內或者在國外 甚至在我們的內地 都有很多很多表演的足跡 而且他更重要的一個身份 就是他是一個記者 他過去曾經在中東 在世界各地走遍各地去採訪 然後尤其是在一些戰亂的地方 在中東的時候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在很多地方非洲有內戰的時候 都有他的身影 他扛著攝影機跟著Rich王 就我們剛才這位跟著Rich王 兩個人一起就闖蕩天下 所以他在那一方面的遊歷 有相當多的見解跟相當多的體認 這些經驗這些生命的歷練 都融入他的音樂裡面 最後他採取了中東鼓的 這樣的一個形式 來跟大家來宣揚跟分享他的心境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來到 下禮拜 就10月31號晚上8點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一起來聽馬俊倫老師 他的聲音 他的鼓音 以及他的心情 好謝謝大家 那我們也謝謝蘇老師 不客氣 謝謝大家再見 拜拜 謝謝老師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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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參與 蘇老師的 對啊 我們都是 都讓 哈囉 謝謝大家今天來 好的 好的 好 然後也非常的 我們這個 不照顧你嘎嘎 無論三隻好驚 你聽拖拔 幾位買生兩位小孩 請用他們出拖 為著幸福來打拼 給你聽到聲音 當初他的手杖 都是無贏無借 老路的墨塞親親親給他 這張離婚客人 但你簽名 無情的無記的無心的無緣的 都來找我 為你頭幾這條有人連帥 奉你出貨店 有情的有記的有心的有緣的 祝奉你走到路 讓我做一個生日的壞人 聽山無憲風的人 他要替你聽吃路伯 好嘴開開 無痠無痠 切良的我 不敢你 繼續飲收摧殘 當初他的手杖 當初他的手杖 好嘴開開 無人連帥 幫你出貨店 有情的有記的有心的有緣的 祝奉你走到路 讓我做一個生日的壞人 聽山無憲風的人 好的 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10月31號晚上的8點 我們會來邀訪中東古演奏家 馬俊仁老師 他以他記者過去闖蕩全世界的經驗 以及他對於中東古音樂的一個認識 來跟大家來分享 他的作品在各個地方都呈現過 在電影《念影娘》裡面的配樂 也都是由他來主打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進房間 一起來分享感受 他的中東古藥洞的美麗 那麼期望我們10月31號晚上8點 大家在共聚一堂 一起來感受音樂的魅力吧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到此囉 我要把房給關囉 然後老師再跟大家說拜拜吧 老師 拜拜 大家再見 OK 好 OK 好 那麼我就關囉 來 五 四 三 二 一 拜拜